令穆德恩史密最有名的 就是穆德恩史密 他認為耶穌是一個基佬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馬可備傳福音書 其中一段說到這個年輕人 晚上去到耶穌那裏 不穿衣服 只穿著布 然後陪他過了一晚 耶穌教他上帝國道的奧比? 對Morten Smith來說,基本上就是性 如果有個男生約他女朋友,半夜到他家 說他教導他一些奧秘,大家都明白是什麼 而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 基本上這個世界上不是很多人真的有看過馬可備傳福音書 即是他真實的版本 因為大家都是看照片,究竟是真的還是真的 其實多年以來都有這個問題 有人真的挑戰過他,不過以我理解,多數人都認為是真的 因為Morten Smith是一個出名的學者 他就是一個出名的人,不需要再做這些事情 不需要作假 純粹是用來博弄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在幾年前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也令我有一點改變了我的想法 那就是Steven Carlson的The Gospel Hoax 那就是 說馬可備傳福音書究竟是真的嗎? 而Steven Carlson 是一個律師,不是一個聖經學者 他就以律師的角度去看 究竟 這個像是一個 像不像是一個forgery 像不像是一個假務,是一個偽造 他就這樣說 他說 首先 有必要分清楚 什麼是forgery 什麼是hooks forgery就是偽造 通常做一個forgery 基本上就是要欺騙錢 欺騙人 或者是名氣 但是 Hooks就比較近一個 好像是惡作劇 他不需要有 他不是因為錢 他不是因為名氣 他比較想去玩 就是過癮 剛才我提到 一直以來 我都不覺得 Morton Smith有可能是做forgery 因為他本身就是出名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 已經是最好的位置 他不需要玩這些 但是 Steven Carlson就說 他不可能是forgery 但有可能是hooks 因為當年 1958年 Morton Smith 他雖然剛剛得到了 Columbia University 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教席 但是他得到這個教席之前 他剛剛失去了 一個 在哈佛的教席 因為他在那邊 在哈佛做不到 後來去了 哥倫比亞做到 所以他懷疑 會不會 Morton Smith 會不會 有些少少報復心理 說 你哈佛不要我 我就整壇 握你哈佛的所有人 證明我 是有多聰明 你不請我 是你傻的 所以 在動機上 不能說是不成立的 Columbia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其中一部分 就是講了很多 那些 不即鑑定 我覺得 他有少少地方 其實也有道理 例如有些地方 好像 暖暖地 寫得不太肯定 但是 因為我不懂 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我想說其中有件事 很有趣 就是說 在 Clayman 他那封信裡面 有寫到一件事 他就提到 For the true things being mixed with inventions are falsified So that as the saying goes Even the salt loses its faith is severed 即是他的意思 他大概就是講 在一個全洋 真理的教會裡面 是不能容許有一點點的錯誤 因為 如果在真理 如果你把錯誤混入真理裡面 你就連真理也沒有 就正如 你不可以將一些鹽 混合一些adopterant 因為如果你把兩樣混合 鹽 就會沒有它的鹹味一樣 OK 根據 Steven Carlson說 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一粒粒的 table salt 即是那些 餐桌鹽 是 現代的產品 根據他所說 直到1910年 一個鹽公司的化學師 才找到一個方法 去將一些鹽 即是一粒粒的化學師 而不是一粒的化學師 而那間 鹽公司的名字 叫做 Morton Salt Company Steven Carlson的意思就是 Morton Smith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想玩人 是一個樂作劇 而 一個偽造和一個樂作劇 你永遠不想別人發現 永遠不會 但是一個樂作劇就不同 因為你是玩人 你要顯示自己聰明 你就要騙人 騙人一段長的時間 但是 在另一方面 你又想人 發現原來被你玩了 才夠過癮 所以 根據Steven Carlson說 Morton Smith就在他的馬可避傳福音中 留下了少許的線索 讓人發現 讓人知道原來這是流東西 他留下的線索 是說一些 古代不應該存在的鹽 即是一粒粒的鹽 而 這個線索就會tie in 會引到人 去聯想到 一間鹽的公司 同樣叫Morton 就是和Morton Smith的名字一致 到底這是巧合? 還是什麼呢?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覺得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就覺得 咦? 也有些可能是流的 但我這樣想 老實說 很多人覺得這本書是真的 因為我早前才見 因為早幾年前 多倫多大學先人 剛剛新鮮出路 寫了一個 關於馬可避傳福音書的博士論文 即是 他是一生的 精力放上去 有些人是當真 而我剛才看到 一開始說過 有新的發現 其實不是新的發現 而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即是試驗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請了一個真正的筆跡鑑定專家 即是現在在生 即是一個真的人 去看這封信 看這些書 以及其他有些相關的文件 驗那些筆跡 到底這些筆跡 像不像是摩登 Smith 自己寫出來的 這個網站就在這裏 我也會放在YouTube 方便找 在這裏 那你就會來到這個頁 去到這個頁底部 就有這個不跡鑑定專家的 整份的report 是一個PDF file來的 我都未看的 但我知道它的結論 那我們跳去結論看吧 那就根據它說 它說 它的意思就是 根據它的研究 就是看那些筆跡之後 它不認為 Malton Smith 是偽造 這個馬可避傳福音書 換句話 它認為馬可避傳福音書 是一本真實 這是一位不跡鑑定專家的意見 我相信遲些 都會有很多學者 會作出回應 又或者看看 我就不可以說些什麼 因為我都未看過report 因為這段時間沒空 但是三十多頁 哪有空看 不過我覺得挺有趣 將來如果還有新的進展 就在這裏報導一下 在這裏報導一下